忙活了十来天的时间,家里的事情全部都处理完了 奶奶也永远的离开了,真的感觉跟做梦一样 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仍旧没了 奶奶走得太突然了 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生死 但是真正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是感觉特别难以接受 不敢去面对 拍视频五六年的时间,拍摄了两千多个作品 基本上每个视频都有奶奶的生意 但是现在不敢翻回去看 因为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奶奶的笑容 我怕看到之后,心里感觉特别难受 跟倒脚一般 这十来天的时间,每天跟麻木了一样 身上都是麻的 都是很难去接受啊,接受这个现实 我记得我刚回去拍视频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 用镜头留住奶奶的脚步 这五六年的时间,记录了奶奶的点点滴滴 奶奶这一辈子呢,是非常辛苦的 每天都面对着黄土地 奶奶这一辈子也是非常节俭的 不过呢,正因为我拍视频 奶奶这晚年也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子孙都陪在身旁 奶奶也活成了村里老人都羡慕的对象 因为我拍视频 不断地去改善生活 奶奶也吃到了很多一辈子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想都没想过的东西 不过就是难以接受的 就是奶奶走得太突然了 因为意外摔倒这样去世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家人都无法释怀的一个原因吧 哪怕奶奶生病了躺到床上 让儿孙们伺候个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孩子们也都不会那么痛了 不过呢,也就像很多朋友私信安慰着说 奶奶是有福之人 这一辈子没有拖累孩子们 走的时候没有痛苦 所以奶奶也是幸福的 但是就是难以去接受吧 拍视频这几年每天都在奶奶身旁 基本上家里老院子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每个角落都是奶奶做过的地方 都是奶奶做过的生意 所以看到任何地方都能想到奶奶 这几年拍视频 把奶奶生前的影像都给记录了下来 我相信在以后呢 都会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是一份美好的回忆 也许这就是视频记录的意义吧 虽然是难以接受 但是也要去面对现实 奶奶是真的离开了 奶奶这一辈子也是幸福的 因为除了我们家人 还有成千上万个朋友们 在惦念着奶奶 我相信奶奶在天上 也是笑着的 也是幸福的 在此也感谢所有好朋友 对奶奶的关爱 对奶奶的惦念 我也会尽快挣酌起来 试着一意 生活还得继续 其实吃凉皮 并不是奶奶最后一个视频 还有两个库存 奶奶最后吃的饭是肉饺子 韭菜馅的肉饺子 奶奶走的头一天晚上 吃了满灯灯的一大碗饺子 不过呢 这两个库存 我暂时不准备去发 等在过一段时间 再发出来 作为一份回忆吧 我现在就希望 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一样 把对奶奶的思念 埋藏在心底 让奶奶静静地走 让奶奶跟爷爷 静静地去团聚 我相信 这是对奶奶最好的悼念 我也会挣酌起来 因为 生活还得继续 试着一意 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 只能去交个时间 慢慢地再走出去吧 我会好好地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几天 咱们过几天再见吧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一路陪伴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先来